经历再做更多详细的阐述 那么在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中国 在中国有这么一个趋势 中国的富人正在把钱交给陌生人 只为是转移资产出境 这是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他们关注到一个新的趋势 这个是什么样的趋势呢 那就是中国富人正在完全 把他们的资金委托给陌生人 将现金托运出境 那专业财富顾问将客户 依赖客户信任的汇款公司 是给联系在一起 有时由于犯罪资金有牵连 想象一下将您一生的储蓄 寄托在给您仅通过 比如说微信或者是whatsapp 认识的一群陌生人 一些富裕的中国人愿意冒这个险 将他们的一部分的财富 是转移到中国大陆之外 比如这里彭博社的文章 就采访到一个这个使用 这种方式的一个客户 他是32岁的费币 最近他转移了近百万元人民币 为了做到这一点 他首先不得不将自己的资金 转入一个当地的中介的账户 然后费币就必须得耐心等待 在这其中等待的时间可长可短 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钱转给了陌生人 那等待的心情 那可以说用度日如年来形容 那经过几个小时的等待之后 交易开始逐笔出现在 费币在香港的另一个账户上 那虽然在这个香港已经失去了 许多曾享有的政治自由 但在中国的金融生态系统中 香港仍占据着一个独特的地位 因为香港是唯一一个可以自由的访问 全世界资本市场的地区 那费币账户中出现的资金一共来自于10人 其中一个人是通过ATM存入了 相当于1300美元的纸币 这笔交易通过全球范围内 被称为哈瓦拉的一个 非正规无监管的系统进行 在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行政边的一边 费币是将他的钱交给了 他的中间人网络成员 在另外一边 网络中的其他人则将钱存入费币的账户 其实整个操作只依赖于一件事 那就是信任 但是非比的等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紧张 他是通过他已经确立的建立的 生育良好的财富管理人 介绍给这家在中国非法的汇款公司 这位财富管理人也是通过关系介绍的 在世界边界与新冠疫情后重新开放以来 那富人的顾问报告称 对海外备用选项的需求是在激增的状态 对意识形态不受欢迎行业的打压 以及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不确定性 还有习近平推动的共同富裕政策 都让中国的富人和中产阶级感到不安 此外国内经济看起来也并不尽如人意 出口也面临着困境 再加上房价下跌 还有几乎是超过五分之一的年轻人失业 因此在中国有许多富裕家庭都认为 拥有一个境外资金至关重要 无论是为了多样化资产 还是为了潜在的未来移民 都需要这样的一笔资金来铺平道路 传统避风港仍然是具有吸引力 比如在温哥华的公寓或者是美国的股票投资 但在过去的两年时间中 新加坡相比较之下 则越来越成为一个受欢迎的目的地 这个稳定低税收的城市国家 普通话还是官方语言之一 中国现今涌入的迹象是无处不在 稍早在新加坡的这个世界一级 方程式大奖赛期间 当时的夜总会的包厢 每晚可以卖到7万美元 为中国亿万富翁提供时尚的酒吧 也是层出不穷 家族办公室的数量也迅速增长 管理者富人的资产 然而合法将资金从中国转移的机会是非常有限的 个人通常只被允许每年向海外汇款5万美元 当他们移民时 那还有一次机会是将自己的钱转移出去 填补这一空白的正是目前地下网络的用户之地 纽约大学上海分校金融学兼职教授乔尔加洛就说 这些机构已经涌现出来满足飞速增长的需求 他们充当着银行机构的角色 但在没有受到监管的情况下运营 并通过站在灰色地带来避免来进行巧妙的监管套利 关于这个行业有多大规模 没有一个可靠的估计 但是当局披露的调查声明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规模 中国西部甘肃省的一项调查公事就发现 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报道 2021年该省就发现了一个资产规模达到756亿元人民币的运作 这笔资金是分散在一个由5个组织组成的网络中 这些组织在20多个省份的8000多个银行账户之间分散 这些网络的范围真正是全球性的 它不仅是在香港运营 而且在拥有大量华人侨民的任何地方都是存在的 根据英国国家犯罪局2019年的情报评估 地下银行极有可能在关键地点都准备了资金池 方便接收 接收方可以迅速收到他们的现金 而且是以当地货币的形式来接收 在中国大陆使用非法货币兑换服务是会受到罚款 罚款金额可能会高达转账金额的30% 还可能面临最高终身监禁的一个刑事处罚 在其他国家合法的银行可能会对此产生怀疑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要求金融机构检测并报告可疑交易的行为 在2023年8月有10人是因涉嫌洗钱并被逮捕并遭到起诉 涉案的资产超过20亿美元被冻结或被没收 汇款业务往往涉及犯罪活动有关的现金 比如贩毒走私香烟还有人口贩卖 在英国已发现中国留学生在12个月内的个人银行账户上 存有超过1亿英镑 一些值得信赖的金融专业人员也成为了这个灰色地带的中间人 帮助客户进行此类的转账服务 但如果被公司合规部门抓住 那这些金融专业人员会付出职业生涯的代价 而私人银行和多家族办公室也参与了为富裕客户转移资金的活动 新加坡的一些投资基金使用的结构 可以保护这些受益人的身份不被公众知晓 有两名在不同的欧洲银行工作的私人银行家就向彭博社表示说 尽管他们在账簿上不能帮助客户规避资本管制 但是他们会为密切信任的客户提供地下汇款机构的联系方式 通常这些介绍者都不会抽取佣金 传递这些链接是为了让重要的VIP级的客户感到满意 有可能会赢得未来有利可图的合法的业务 通过就是介绍一个关系帮助资金转移来争取到 可能未来更能赚到钱的合规业务 过去几十年中国财富的爆炸性增长意味着潜在的需求很大 例如瑞士银行集团在其年度财富报告中就估计 截至到2022年年底中国有620万人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资产 还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更多的资金正在试图离开中国 预计未来两年时间会有70万中国人离开中国 购买房产的热门目的地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还有英国 新加坡在今年4月为外国购房者引入了60%的房产税 目前越境汇款的方法包括雇佣从未使用过合法汇款配格的人 篡改进口合同和伪赃贸易 那像一些这种比如说一些公司会帮助中小企业进行贸易 并于银行进行合规清算 即使在目前将资金转出中国变得更加困难的情况下 专家们也预见这个此类的尝试并不会减少 预计今年将有150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中国 而在新冠大流行期间 中国境内的富人正在寻找他们的这个plan b替代方案 将这些非法渠道的被使用 其实这个在一些地下的状况中 这种转移资金中的汇率其实每天也都在变化 那这也是婆婆社为大家带来的一个可能是 算上新鲜也不太新鲜的一个观察 就是中国的富人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把他们的资金转移出中国 哪怕你要把你的钱汇给那些陌生人 但是这个陌生人其实也是打个引号的 因为这些陌生人你汇款的这个目的地 在这中间也是有一个你值得信赖的中间人 为你进行牵线搭桥 不过这个趋势可能是这篇文章 最为值得关注的一点 那对于这篇彭幕社的文章 不知道何必先生怎么看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地下钱庄 现在有那么多人 头人之间几十年的辛苦 几十年的努力 几十年的信任 有了那么的资金 但是对中国现在的政策产生了怀疑 对习近平产生了怀疑 那么这个或者说呢 对自己未来在中国发展产生了怀疑 或者说自己的资金 需要有一个更安全的更多元的这个配置 而中国在这方面呢又进行了外费的管制 所以才出现了这些地下的这个钱庄 这种现象当然是一方面啊 就是我感觉的惊心动魄 中国人真厉害啊 不但这个发展经济有一套 搞地下经济也是非常的这个厉害 在昨天的一个参作商就有朋友 就在讨论中国的这个地下经济的这个问题 其中就是关于这个地下钱庄 有人曾经就这样问我 他说你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取代这个美国 我觉得以前恒量的标准啊 大家都是讲GDP啊 或者是讲这些数字 我觉得这些数字啊都是 都是第一是变化性比较大 对吧 你今天这样GDP好一点 明天可能差一点 另外就是你人数有这么多 跟美国有一点太大的悬殊 所以没有办法 作为一个真正国际性的 一个比较永久性的 一个标准的衡量 我觉得有一个方式可以衡量 就是当你人民币取代这个美金 能够成为世界上的资金的安全披衡港 或者说呢成为这个可以自由流动 你就是真正成为了世界上的一个经济 老大的国家 而不仅是一个贸易的一个制造业的一个大国 当然贸易和制造业的大国已经很了不起了 已经让我配复得不得了了 但是要成为经营大国 你顾不了这个资金这一关 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 采取了一个非常谨慎的一种探头 就是不像南美 不像当年泰国东南亚的时候那样 或者是不像这个日本这样 很容易被这个西方的这些流动的资金 给清洗 什么叫流动的资金呢 就是说你今天经济发展好了 大家就疯狂就来投资 等到发现有了问题 或者是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你那个回报率没那么高了 资金一下子就撤退了 这是所谓的南美陷阱 其实就是资金的过分的不受限制 而这个当时的泰国的金融危机 就是因为跟美元挂高 当然有时候跟美元挂高有一些好处 就是说你对自己的经济体有信心 那么或者有强大的资金在后面支撑 像当年的索罗斯的学行亚洲经营体系 没有成功在香港 就是因为香港的资金得到了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 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么强大的经济体 被美元清洗也有它的难度 但是毕竟非常的危险 所以在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经营体系采取一种初步的 一种方式来强化自己 这个方式从经济安全角度来讲是对的 而且这个时间可能会很长 你说人民币现在对方在增加 什么金庄五国要建立什么取代美国的美元的货币 其实还遥远的很呢 短短的几十年之内都看不到太大的实质性的改变 那么你现在美国的经济一不好 对吧 大家就以为美元完蛋了 实际上恰恰相反 美国经济不好对全球的经济产生非常负面的冲击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人们恰恰老老实实又把钱交给美国人 为什么 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大家发现 最好的比方港还是美元 所以从经济安全和自己财产的这个安全的角度来讲 你掌握有一点美元 当然是对于你来讲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资产 当然你从长远来讲 美元基本上可以难以避免要贬值的 从长远来讲 但是这个长远多长不知道 从短期来讲美元还是美金 那么什么时候它慢慢开始衰退呢 我觉得其实现在已经在衰退之中了 只使这个时间比较漫长 所以中国人这个时候想尽办法冒着各种风险 把资金出来 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中国政府看起来 这是个犯罪行为 如果你真正被抓住了的话 不但你的资金可能被没收 而且要花以重款 对吧 花重金 对吧 花款也是很严重的 但是我很佩服这些中国人 怎么那么厉害啊 就是说 你比如说你在中国我给你多少钱 你当天可以在哪一个国家 你就可以拿出多少钱 你所需要的货币 哎呀 中国人真的是可怕 也很厉害 但是这个里面中国政府也会在不断的把这个墙 给堵起来 不像美国 美国是小院高墙 那是不可能的 前面你讲了我都忘了讲几句了 就是芯片 芯片 对吧 芯片 在这一开始我们格陆科学家 是科学家还跟我进行对抗 我们进行对抗式的辩论 我认为根本是不可能的 就是你要严厉限制 中国的芯片 就对中国的整体的半透体生产 没什么太大影响 你要不严厉限制 那么你就等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反正这个东西是一个全球的生产的 一个比较的生态 你要可以去破坏它是不可能的 好 感谢和平先生的补充 今天的最后一个